好,这一讲呢,我们给大家介绍自偶变压器的参数以及等值电路 自偶变压器呢,它的绕组之间呢,除了有磁路的偶合以外呢,还有电的联系 也就是说,我们自偶变压器呢,它呢,有比方说它这个一次测的绕组和二次测的绕组呢 它除了有磁之间的偶合以外,它还有一个公共绕组之间呢,有电的联系 那么也就是说,我们一次测的功率要传到二次测来 它有一部分呢,是通过电磁之间,也就是串联绕组和公共绕组之间的词的偶合以外 还有一次绕组和二次绕组,公共绕组直接的电的传播,电的传输 那么因此呢,它的这个自偶变压器呢,它比同容量的普通变压器耗材小 而且它的损耗也小,费用也低,因此它广泛的应用在我们电力系统的220千伏以上的系统当中 由于自偶变压器呢,它有两侧之间呢,有直接电的联系 那么从安全的角度考虑,一般这个自偶变压器的中性点都是要接地的 都是要接地的,那么跟普通变压器不一样 普通的变压器,那么它的三个绕组之间呢,只有磁的联系 并没有直接的电的联系 那么由于它直接呢,有电的联系 它也带来了经济性,但是也带来了不安全性 那么这一点呢,自偶变压器在应用的时候要特别注意的 自偶变压器呢,一般情况下呢,都是用于三绕组的变压器 也就是呢,它要有一个低压的绕组 这个低压的绕组呢,一般是结成三角形 它主要是为了改善变压器的变压的波形 在变压器的磁路发生饱和的时候 那么会有三次斜波 那么在三绕,在这个第三个绕组当中呢 结成三角形以后,给三次电流一个通路 来改善变压器的波形 那么自偶变压器 从它的这个内部结构 尽管与三绕组变压器是不同的 但是呢,我们从外部来看 从外部来看呢,它跟三绕组变压器呢 没有什么不同 也是有三个绕组 而且呢,这个自偶变压器呢 只有一个类型 这个类型大家也可以想到 它的这个类型呢 就是只有百分之百,百分之百,百分之五十 这一种类型 也就是说呢,它的一次绕组和二次绕组 可以通过变压器的额定容量 而三次绕组只能通过变压器容量的百分之五十 因此,我们这个自偶变压器 从它的参数计算 以及它的等值电路来看 它跟两绕组变压器的第三类变压器 也就是百分之百,百分之百,百分之五十的变压器 三绕组变压器是一样的 它的等值电路和三绕组变压器的等值电路也是一样的 那么它的这个参数的计算 也与三绕组变压器的参数计算是一样的 那么从这个刚才讲的是 这个自偶变压器呢 它的这个高压 如果我们把一次测呢,看成高压 那么二次测呢,看成中压 三次测看成低压 那么这时候呢 它的这个变压器的这个短路损耗 和它短路损耗得到的这个短路电压百分数 和它的这个短路损耗的百分数 那么在这个一和三和二和三之间呢 都是在百分之五十的这一侧达到它的额定值 也就达到这个自偶变压器额定容量一半时候的值所得到的 那么因此我们必须要来进行规算 从我们国家这个手册和制造厂给出的数据 那么一般的自偶变压器 它的这个短路损耗 也就是它短路的那个有工的损耗 以及短路电压的百分数呢 都是没有规算过的 那么就要像三绕组变压器一样 在进行参数计算的时候呢 我们首先要先要进行容量的规算 把这个有工的短路损耗 要把它规算到额定值下 那么短路电压百分数呢 也要规算到这个额定值下 那么对于自偶变压器来说 具体的来说就是要把Pk13Pk23 要规算到额定容量下的Pk13Pk23 那么对于短路电压百分数来说呢 那么就是把Uk13的百分数和Uk23的百分数呢 要把它规算到额定电流下的百分数 这时候呢 我们再用上面介绍的三绕组变压器 计算电阻和计算电抗的公式来进行计算 同样对三绕组变压器 对这个自偶变压器 它的漏抗呢 实际还是三个绕组之间的一个等值漏抗 那么这种情况下也会出现有负值的情况 那么大家和三绕组变压器一样的理解 不能把它认为是一个容性的元件 而是一个等值的 等值以后的一个电感性的元件 这一点呢 跟三绕组变压器呢 是完全一样的 那么我们主要注重于参数的计算和变压器的等值电路 那么自偶变压器呢 应该等同于普通三绕组变压器的第三类变压器 那么在参数计算的时候 在实际应用的时候 那么大家要注意这一点 那么变压器的部分呢 我们主要给大家介绍了双绕组变压器和三绕组变压器 以及自偶变压器 从上面大家看出来 对变压器呢 主要我们要知道它的短路实验和它的开路实验所得到的数据 与变压器参数之间一一的对应关系 而且呢 要会推导这些公式 而且知道这些公式的单位怎么使用 那么同时呢 要把里面牵扯到的一些比较深层的概念要搞清楚 比如说两绕组变压器的变抗 它就是漏抗 就是它的漏变抗 而三绕组变压器和自偶变压器的变抗是一个等值变抗 像这些概念都要搞清 变压器是我们电力系统当中一个很重要的元件 那么在后面的分析计算里面都要用到 因此对变压器的计算公式 大家一定要牢牢掌握 为了掌握这些 需要大家呢 要做习题 那么我们给大家布置三道作业题 希望大家能够认真的做好 好 下面呢 我们就给大家介绍第二章的第三节的内容 是电力线路的参数和数学模型 这一节呢 我们要解决的问题是 物理线路的基本结构如何 这一部分的内容很简单 因为呢物理线路大家经常看到 我们在外面露天经常看到这个输电线的这个铁塔 那么但是我们要了解这个输电线里 它都有哪些基本的 平常你可能看到这个铁塔 你并没有注意它是由哪几部分组成的 也没有注意每一部分的它的作用是什么 那么我们要给大家要介绍这个内容 那么下面两部分内容呢 是我们电力变压器的一个重点 一个呢就是我们输电线路呢 它有哪些电气参数 那么这些电气参数呢 怎么来反映输电线路的物理现象 那么反过来说呢 也就是说这个输电线路呢 它到底有哪些物理现象 我们用哪些电气参数来反映输电线路的这些物理现象 另外一个就是说 这些电气参数呢 受到哪些因素的影响 也就是说输电线路的它的参数呢 和哪些量是有关系的 哪些量变化影响到输电线路参数的变化 那么 我们了解了输电线路的参数以后 那么我们就要知道 我们用什么样的一个等值电路来表示这个输电线路 那么我们在真正系统当中的计算当中 我们要用等值电路来计算 那么用什么样的一个方式来表示输电线路 下面呢我们就一一来解决这些问题 首先呢我们看一下这个电力线路的结构 电力线路呢按它的这个结构来分类的话 我们可以分成架空线和电缆线 架空线和电缆线 那么架空线呢 它主要有导线 这就是一个示意图 那么这是一个架空输电线路 那么这三项 三根线 我们一般把这三根线呢 就是ABC三项 组成的叫一回输电线路 一回输电线路由ABC三项组成 那么它是输电线路当中主要为了传输电能的部分 那么另外呢有B雷线 从这个图上大家可以看到 这个输电线路呢 我们是有用绝原子把它和干塔隔离开的 而B雷线呢 它是为了保护输电线路 它防止雷电呢 直接打到这个输电线路上 那么如果有雷电发生的话 让它打在B雷线上 那么B雷线呢 它是直接和干塔相接 也就直接接地了 如果有雷电流 雷电打到这个输电线路的B雷线上 那么雷电流呢 通过B雷线通过干塔就流入地了 对这个保护我们的输电线路 第二个第三个部分呢 就是干塔 干塔它主要就起了一个支撑输电线路的作用 我们输电线路呢 它都带有这个一定的 也许比较高的电压等级 让它对地之间要一定要有一定的距离 那么这就决定了我们干塔的高度 好 刚才说过我们输电线路呢 它必须呢 要和支撑它的干塔呢 要绝缘 因此呢 要用绝缘子把它分隔开 那么为了把这些线路绝缘子固定在这个干塔上 那么还要有一些金具 还要有一些金具 来保护它 比方是它的这个连接扣 对吧 包括这个连接这个导线和绝缘子 连接绝缘子和干塔 它这些要有一些金具 同时呢 我们在这个输电线路上面 为了防止消震 就是防止这个线路的震动 而引起的 沿着这个它的 这个根部断裂呢 我们这个一般还要有防震锤 那这个大家再仔细观看 这个输电线路两侧 都有两个小锤子一样的东西 这也是金具里面的一种 那么我们把它叫防震锤 那么架空输电线路 从它的组成部分来说 主要呢 有这样五个部分 那么每一部分呢 它都行使着它各自的功能 另外一种呢 就是电缆线 电缆线呢 主要是埋在地下的 那么一般呢 它三项距离比较近 一般三项距离比较近 那么里面这三项呢 是ABC三项的导线 好 那么导线的外面呢 就要有绝缘 要把三项分隔开 要绝缘 其他部分呢 就是它的保护层 由于电缆线呢 它是埋在地下 那么它要受到压力 受到意外的一些机械损耗 为了防止它受到这些 那么因此它有比较厚的保护层 那么用一些绝缘材料 把它和外界 把它分隔开 同时呢 外面还要有些钢带 用一些高性能的 高强度的一些材料 把它保护起来 那么我们主要呢 是以架工线为主 因为电缆线呢 它的投资还是比较高 那么现在呢 电压等级也不能做得很高 那么我们主要呢 在是要建立这个 架空线路的输电 架空输电线路的模型 建立它的等值电路 和它的这个架空线的 这个电气参数 下面我们再看几个实例 那么这是输电线路的 那么干塔呢 这地方有两种 一种呢 是混凝土干塔 那么这种呢 是这个铁塔的 那么这个 在实际电力系统当中 这个铁塔 一般呢 它是分成几个耐张段 像这种呢 就是直线干塔 那它所受到的力呢 就是垂直方向的力 那么它在垂直方向呢 把这个输电线路呢 拉起来 那么这个直线干塔呢 是这个输电线路当中 干塔的多数 但是在经过几个 这个垂直的 这个直线干塔以后呢 一般呢 都有一个耐张干塔 耐张干塔 它受到的力呢 是水平方向的 拉力是水平方向的 那么耐张干塔呢 它把输电线路 把很长的输电线路 分成一个一个的耐张段 这个主要为了防止呢 在实际系统当中 发生倒干事故的时候 它只影响一个耐张段 不影响其他的 否则的话 如果全线都是直线干塔 那么如果有某一个干塔倒了 那么可能会把全线的干塔 都拉倒 那么为了把事故防止 在一个耐张段里 因此呢 在几个直线干塔以后 我们要有一个耐张干塔 另外这个呢 是一个绝原子 这是一个绝原子 那么这个绝原子呢 它主要就是起了一个 把导线和干塔分离开的作用 这部分呢 是一个导线的一个 是一图 那么我们输电线路的导线呢 多数都是用的 这个脚线 多骨的脚线 那么它是由一个一个的 小的导线 单根的导线 那么组成 一般呢都是用铝线 中间呢用钢线 组成一个钢心铝角线 那么中间部分呢 那么是它的钢心 它除了传输一部分电能以外 它主要是起了一个 这个加强输电线路 机械强度的作用 那么外面这两层呢 主要就是传递这个铝线的 对不对 传递电能的是由铝角线组成的 那么我们知道输电线路呢 是个交流 我们现在的架空输电线路 多数情况下是一个交流 通过的是交流电流 交流电流呢 它都有基辅效应 因此呢本身它的内部的电流 就非常小电流密度很小 那么所以我们在内部 电流密度小的地方呢 用钢心来加强它的机械强度 而外部呢 电流密度大的地方 用铝导线来通电 来传输能量 好我们下面看一下 这个架空输电线路的导线和壁雷线 输电线路的导线呢 它主要是由铝钢铜等材料制成的 因为铜比较贵 一般来说呢不是特殊的地方 我们一般都是用铝 在有一些比方这个地方的这个化学污染比较厉害 比方海边呢 或者化工厂附近呀 我们导线用铜线以外 大部分的架空输电线路 我们都是用的铝线 就是我们刚才讲的钢心铝角线 壁雷线呢 我们一般呢都采用钢线 那么架空这个线路的导线和壁雷线的材料呢 都要求有相当高的机械强度和抗化学腐蚀的能力 而且呢我们导线必须也要有良好的导电的性能 那么导线呢 主要是由铝钢铜等材料制成的 那么在特殊的情况下 也采用铝合金 那么导线和壁雷线的材料呢 以不同的字母来表示 比方说铝线我们用L来表示 钢线呢我们用G来表示 铜线呢用T来表示 铝合金呢用HL来表示 用这些字母来表示它 下面我们看一下导线它的构造和它的型号 导线的构造呢一般有这样几种 一种呢就是单骨线 实际单骨线呢用的地方很有G线 在电压比较低 距离比较小 在很下层的也就是接近用户层的 这个输电网里我们才用单骨线 另外用多骨线 多骨线呢可能是这个相同材料的多骨线 那么另外它是用多根的这个导线牛角的 那么对于各种材料的脚线呢 它的标号不一样 比方是铜的铜脚线 我们用T节来表示 铝脚线我们用L节来表示 钢脚线我们用G节来表示 还有呢多骨线呢我们是用两种材料的 那么主要呢就是我们刚才讲到的这个钢心铝脚线 这个钢心铝脚线呢它有好的导电性能 并且加有高的机械强度 那么在实际电力系统当中呢 大部分采用的就是钢心铝脚线 钢心铝脚线呢它有这样几种标号 L节节呢这就是钢心 节放在中间铝 因为它的主要导电呢是铝 节呢表示脚线 这就普通型的钢心铝脚线 那么这个L节 这个轻型的 后面加一个H 这个就是轻型的一个 有些地方呢我们这个架空输电线路呢 要求它比方这个地区要求它 我们只能这个载重量不能过 对吧 那么就必须要加这个钢心的 要加这个轻型的 要采用轻型的材料 另外一种呢就是加强型的 那么这个地方呢可能它这个导线 要求它机械强度要更强 那么因此呢我们就要用加强型的 这是钢心铝脚线的几种形式 下面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架空线路的标号 因为我们多数呢是用了钢心铝脚线 那么它的标号呢实际就是按 这样子一种形式 那么前面这些呢就表示它的这个 到底是铝线呀还是这个 钢心呀最后面就表示它是这个 这个这个是不是脚线 是不是脚线 后面这一部分呢 这一部分呢表示的呢 就是这个输电线路 它载留的额定的面积 我们也把它称作标称面积 也就是它的标称截面 标称截面呢 那么比方是400 那么就表示它的面积呢 是平方400平方毫米 一般我们都用平方毫米来代替 那么后面这一个呢 50呢就表示呢 它的这个钢心的截面 是这个 它的截面积是50 那这就是我们常用的 这个输电线路的标号 这个标号呢 实际在输电线路里面是非常有用的 我们在参数计算的时候 那么你要根据它的这个 导线的 它的这个标称截面 来选择它的计算用的半径 那么前面这部分呢 那么就告诉你这个导线 它主要的导电材料是什么 是哪一种类型 那么有了这个导线的号 我们就可以查这个电机工程手册 从电机工程手册里 我们就可以根据它的这个导线的标号 来查出它的各种性能 它的包括它的参数 它的电气参数 好 这个当这个线路的电压呢 超过220千伏的时候 为了减少电晕损耗和线路的电抗 我们往往采用扩进导线和分裂导线 而且分裂导线呢 在电力系统当中用的比较多 扩进导线呢 它是这样 就是我们人为的 因为刚才我们也说过 我们的这个输电线路呢 它主要采用的 主要是交流的这个电流通过 那么交流电流呢 它有基辅效应 因此呢 在导线的表面 它的电流密度比较大 这样呢 我们为了减少电晕 电晕损耗是什么呢 电晕损耗就是当你的这个输电线路上面的电压比较高的时候 那么当你这个导线的截面上面 单位截面上 它所承受的这个电压超过它周围的空气的基酸值的时候 那么它就会对空气方便 那么这时候呢 我们就认为这个输电线路产生了电晕损耗 那么为了减少这个电晕损耗 很显然的一个办法 就是我扩大导线的截面积 让它的表面积上单位这个面积上面 所增加的所承受的这个电压值呢 不超过它的这个基酸电压值 那么这样呢 让它不发生这个电晕损耗 那么这样我们很显然的一个 就可以想到用扩镜导线 扩镜导线因为它主要流的部分呢 电流部分在外面 因此我们里面呢 就可以把它做成刚心 来增加它的强度 那么刚心和导线之间呢 有一个支撑面 就是把它的半径呢 有一加大 外面呢 才是它的导线部分 这样呢 就把它这个输电线路的截面积 在不增加载流部分的面积的情况下 把它的半径增大了 那么这样就减少了它导线表面的 这个电厂强度 那么也就使得它呢 减少电晕的发生 这就是扩镜导线 下面这种呢 是分裂导线 分裂导线呢 它就相当于呢 一根线 也就是说它的一向线 可能又用几个 这个脚线的组成 比方像这种呢 就是四分裂的导线 四分裂的导线 那么中间呢 这个叉呢 实际是一个支撑架 把这个导线的四个导线的连成一体 它还是一向 对吧 还是一向 那么这种呢 就相当于呢 把这个导线的半径 本来这个导线半径就是R长 就我们这儿画出来的R长度 但是我们用了分裂导线以后 这个导线的等值的半径呢 就变成了这个大的R 也就使得它的 这个导线的等值的半径加大了 那么从R呢 它就可以减少电晕 为什么也能减少电抗呢 我们在后面分析输电线路的电气参数的时候 再给大家做一解释 这是分裂导线 分裂导线呢 在电力系统当中呢 用的比较多 下面我们可以看一下 这是一个 这个两分裂的导线 这是一个两分裂的导线 那么也就相当于这是一向的 这是一向 那么它把一向的值呢 分成了两个 中间呢通过一个支撑 把它支撑开 那么这样呢 就使得我们这个导线的半径呢 加大了 由于呢 我们采用了分裂导线 就使得这个导线周围的电厂和磁厂 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那么这个首先 它就减少了我们刚才所讲的 因为它导线的半径增大了 减少了这个线路发生电晕的机会 同时也减少了电抗 那么减少电抗呢 会对电力系统带来很多的好处 那么这个我们后面会给大家讲到 那么由于呢 这个输电线路本来是一向 一根现在变成两根 那么这两向呢 两根呢 它对地之间呢 都有电压 那么相应的呢 这个输电线路的电容也会增大 那么也就是说分裂导线呢 它减少了电云 减少了电抗 但是增加了这个线路的电容 我们后面讲了电气的参数的物理特性 它的物理意义 以及它的计算公式以后 大家会对这点有更深的理解 第二个呢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 架空线路的绝原子 这个架空线路上使用的绝原子呢 分为主要分为这样两种 一种呢 是针式 一种呢 是悬式的 悬挂式的 针式的呢 它一般呢 是用在这个 三十五千伏级以下的线路当中 那么我们实际呢 经常在这个 公路和马路边上 可以看到一些 电压比较低的 十千伏的 三万五以下的一些 干塔上 它主要用针式的 悬式的呢 一般在高电压等级下 那三万五级以上的线路上 通常呢 根据这个绝原 那么我们通常呢 可以根据这个绝原子的篡数 也就是绝原子的片数 来判断呢 我们这个输电线路的电压等级 一般 一般呢 一个绝原子呢 承担一万伏左右的电压 这是两种 这个不同的 这个绝原子 这种呢 是磁的绝原子 这种呢 是钢化玻璃的绝原子 下面我们还可以看到 是这些 这就是针式的 这是我们经常在 地压网里看到的一些 那么这个呢 是一个 就是旋转 旋式的绝原子 一串一串串起来的 刚才我们说过 一片绝原子 大概承受的电压是 这个 一万伏 好 那么 这个呢 是一个合成的绝原子 这是磁横单的绝原子 下面我们来讲一下输电线路的换位 为了减少三项参数的这个不平衡 我们输电线路呢 在它整个的这个输电线路当中呢 我们要进行换位 它的主要原因是这样 由于这个输电线路呢 它这个交流的输电线路 它的参数呢 跟它杂链的磁链 和它对地的电容 对地的电压 是有关系的 那么这个输电线路呢 它在不同的位置 它杂链的磁链是不一样的 那么我们从这个电工原理 尤其通过这个电机学 讲了发电机和变压器的电炕 大家就已经有了这个概念 当有交流的电流通过一个导线的时候 它会产生交变的磁链 这个交变的磁链呢 它会杂链到这个导线上 由于这个磁链的交变呢 就在我们的导线内部呢 就要产生感应电视 那么往往呢 我们都是来描述这个感应电视 对这个原件的影响 我们往往都把它用成一个电炕 像我们讲到的 这个发电机的同步电炕 和它的直轴同步电炕 交轴同步电炕 它实际上也是交流电流产生的磁链 它在变化的过程当中 在我们的定子绕组当中产生的感应电视 那么然后我们把它用一个电炕来表示了 对变压器也是一样 对吧 我们把它的阻磁通 它交变的阻磁通呢 用它的极磁电炕来表示 那么把它的漏磁通呢 我们用一个漏电炕来表示 在三绕组里呢 我们还把它用一个等值的漏电炕来表示了 那么这个呢 都是用电炕来表示 那我们可想而知 在输电线路当中 它在通过三项交流的时候 三项之间互相要有影响 比方拿A项来说 它自身产生的电流 会在它的内部产生感应电视 那么它旁边所杂链的 它旁边的B项和C项所产生的 电流所产生的磁链 也会杂链的A项 那么也就是说 这个A项电流呢 A项导线上除了有它的 自己的电流产生的 这个字的字磁链 还有B项和C项 砸链它的互磁链 那么我们可以想象 如果一条数链线路 它的位置不变 它一直是这个位置 B项一直是这个位置 C项一直是这个位置 那么它有可能 ABC三项砸链的磁链是不等的 那么既然它砸链的磁链不等 那么我们反映磁链所 产生的感应电视的参数 也就是ABC三项的电抗的参数 也就不等 那么这样呢 就为我们三项对称电路的计算 带来困难 那么在输电线路当中呢 我们为了减少 这个输电线路三项参数的不平衡 那么我们就采用 完全换位的方法 比方在一个整的L公里处 我们让这个A项 在第一个位置 第二个位置 第三个位置上面 在全线都占到 B项也是 它在全线 那么第一个位置 第二个位置 第三个位置也全部占到 C项也一样 第三个位置 第一个位置 第二个位置 全部占到 那么也就是说 它在整个一个输电过程当中 经过完全换位以后 那么三项导线 它分别都处于了三个不同的位置 因此从总体来看 三项电 三项这个导线 它杂链的磁链的平均值是相同的 那么这样呢 就保证了输电线路的参数相等 这就是我们为什么要进行输电线路的换位 那么相应的这些换位怎么进行呢 那么也就是说 在系统当中呢 它要有换位铁塔 专门来供 它这个三项线路在换位的 需要换位的地方 来进行三项位置的交叉 由特殊的换位铁塔来完成的 这个输电线路的换位的目的 以及怎么样进行换位呢 这个还是比较重要的 因为在后面的参数计算里面 我们就要看到 这个换位的重要性 下面我们看一下 这就是这个输电线路的 这是这就我们刚才讲到的 这是一个四分列的导线 这个看不是很清楚 但是可以看出 它是个交叉的 是个四分列的导线 这就是还是一个直线铁塔 这个呢 是一个转角的铁塔 是一个转角的铁塔 那么这种转角铁塔呢 它受的力不一样 实际上它也是个耐张的 它受的力呢 你看是个水平的力 方向不一样 对转角铁塔和直线铁塔 它的结构上是不一样的 它承受的力不一样 好 下面我们就来看一下 这个电缆线路 电缆线路呢 它的造价呢 比这个架空线路高 而且呢 电压等级越高 它们两者的这个区别就越大 电缆线路呢 它一般呢就包括三部分 有它的导体 还有它的绝缘层 还有它的这个保护层 那么电缆的导体呢 它主要是用铝和铜的多骨脚线组成的 那么它的这个绝缘呢 电缆的绝缘层 它的材料要求也比较高 它有多种的绝缘材料来组成 目前用的比较多的呢 是用的这种纸类 就是这个寝纸纸方面的 另外呢 就是它的外面呢 有这个保护层 它分为内保护层和外保护层两部分 内保护层呢 是用于保护绝缘不受损伤 外保护层的主要作用的是防止外界的机械损伤和外界的化学腐蚀 那么这是常用电缆的一个结构 常用电缆的一个结构 那么这个电缆呢 这里面的这三项是导体 那么这就是ABC三项的导体 这是导线的导体 它有不同类型的 中间呢 这个部分 也就这一部分呢 是相间的绝缘 ABC三项一定要绝缘 否则就发生了相间的短路了 那么这个绝缘呢 是内绝缘 那么也就是说 在导线外部呢 保证它三项之间不发生这个接触 一定要把它绝缘开 在这个内绝缘外面呢 就要有一层呢 是它的 就像这一层 是一个带绝缘 是一个带绝缘 那么在外面这一层呢 就是有千包 这部分呢 就是它的麻衬 那么外面呢 就是还有它的这个 有些钢带 就是把它 这样它柔软 又让它呢 有一定的这个保护能力 又有一定的机械强度 这是这个常用的电缆 那么电缆呢 我们只是从结构方面讲一下 对它的电气参数呢 我们后面再简单的做一些介绍 好 这节课呢 我想讲这么多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